第四場,四班千賢米 剛才提到拆組賽事 我們看看潘頓騎是甚麼 潘頓騎是一隻精神威 有理由相信潘頓因為要答應這隻精神威 所以推了另外一隻如真如假 因為你試想一下,假使如果兩隻馬 編迷同一組的時候 你答應了這家,又答應了方仔 到時怎麼辦呢? 不如直接推了它 她說四班千賢米,我有馬要騎 所以我只答應到一隻 我不知道當時拆組會拆組哪一隻 亦有機會國能那隻馬是聖他 這兩個可能性 但精神威,上一次贏來比較輕鬆 雖則贏勇者勝那些不算太適合的馬 但你見到他在內蘭那裡 那天的內蘭場地應該是偏不利 亦是打下去1,2,3 是很大力打下去的 潘頓是有打邊 這場馬就頂著外面勇者勝 過多馬位,半個馬位左右 今次排九檔會比較難跑少少 以及磅位跌了23磅 加了7分 133磅 大家都經常聽別人說 三水馬 133磅 比較吃力 還要排九檔 希望這隻馬可以早段 搶到難 2疊我自己也不怕 但如果WIN的話 低於2.5倍左右 我自己覺得不太值 比較合理 比較合理 應該是2.5倍 2.5倍 3倍 差不多 看看這場馬會不會做得到 另外 就是這隻好有無敵 好有無敵 這隻馬 計4版應該超動偶 上一次出閘很快 但留在後面輸了五個馬 這場究竟是甚麼事 看到他一出閘的時候 很有無敵 其實是快的 但他硬看入面 捉在後面 最後衝上來 走內蘭 其實沒有怎樣看空 你看到現在 內蘭第七八位 那隻好有無敵 你看到 打下去 所以這次 用陳家希減10磅 理論上 他這樣換配搭 應該是想擺前走 看看這場馬 對精神威有沒有威脅 陳家希又回答羅夫拳 弄這條Q 應該是老套東西 經常都會開這些 也是合理的 即是你不亂選 精神威回答這個 很有無敵 你也是合理 所以這場賽事 有2-6一隊